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很喜欢给小朋友们读书 多谢还知道啊 有一只小狗也非常的喜欢书 嗯 你不信啊 那我们下面就来一起读一读这一本 叫做爱书的小狗的故事好不好 我们看到这只小白狗就是我们的主角了 它正翘着尾巴 手里面端着几本书 嗯 闭着眼睛好像很享受的样子 它就是那只爱书的小狗 作者是英国的路易斯燕 那我们看看这只小狗 它喜欢什么样的书呢 它为什么喜欢读书呢 我们看到这只爱书的小狗 它好像站在了书做的金字塔上面 是不是 而另一边我们看到了八只不同的小狗 它们看起来是在等待着些什么吗 还是在干嘛呢 小狗 小狗爱书 它爱书的味道 摸水印到纸上 嗯 真的会有一股书香呢 不信你闻闻看 它还爱摸书的感觉 滑滑的 像跟自己的好朋友握手一样 是不是 嗯 小狗啊 躺在书上 它爱书的一切 小狗太爱书了 于是 它决定开一家自己的书店 我要开一家自己的书店 我们的小狗 拿着喇叭 对着大家喊啊 小狗书店隆重开业 欢迎大家光临 它会开一个什么样的书店呢 开书店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要有很多书对不对 是的 我们的小狗啊 买了很多的书 它拆包 开箱 嗯 把书摆好 为隆重开业做准备 把书摆在架子上 房子也打扫干净了 嗯 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啊 小狗洗了个澡 嗯 吹干了毛 还 嗯 洗了洗鼻子 小狗呢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干干净净的 这是多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啊 终于 他的书店可以开门了 他还在书店门口挂起了气球 去迎接他的客人呢 可是 等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来 嗯 小狗东看看西看看 嗯 有点失望 于是 小狗尽量让自己忙碌起来 找点什么事情做呢 嗯 那去骑壶茶吧 这时 哦 好像有人走过来了 一位女士走进店里 啊 她是我们第一位客人吗 女士说 我要一杯茶 加奶 再加两块糖 对不起 小狗说 嗯 这是一家书店 我只买书 这位女士 走了出去 小狗 趴在桌上 她很孤独 她等啊 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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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快要睡着了 然后 有一位男士 走进店里 她手里拿着一张地图 你好 你好小家伙 我想去这个乐哈哈超市 怎么走啊 哦 谢谢你哦 原来是来问路的 男士离开以后 小狗 小狗 灰心极了 到底有没有人来买书呢 我的书店怎么还不开张呀 不过 他没有灰心太久 他不能再等下去了 小狗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 吾了起来 他拿了一本什么书呢 上面好像写着恐龙 小狗也喜欢恐龙的故事 就像小朋友一样 是不是 他读书的时候 忘记了他在等待 他读书的时候 忘记了他的孤独 他读书的时候 忘记了他在书店里 当一次冒险结束之后 小狗又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 然后 他开始了一次新的冒险 就这样 小狗去了一个又一个地方 他看了观星指南 知道了天上星星的故事 看了宇宙大爆炸 知道我们的宇宙是怎么来的 而他自己呢 好像正架着一个飞船 嗯 你正在读书呢 其他两个坐在飞船里的是谁啊 看起来像外星生物 他们也喜欢读书啊 读着读着 小狗啊 还在想宇宙飞船的故事呢 这时 有一位顾客 进店来买书 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小女孩 小狗完全知道 该推荐客人拿本书 嗯 是的 小女孩穿着粉色的蓬蓬裙 小狗啊 推荐了给他芭蕾舞的书 小女孩很喜欢的样子 他的手里已经拿了一本书 上面写着什么 罗马人 嗯 那也推荐他一些 罗马骑士的故事吧 小狗啊 继续给女孩推荐书 是的 小狗爱书 但他最爱的是 和大家分享这些书 小女孩也欢快地提着她喜欢的书回家了 她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像刚开始的小狗那样啊 小狗呢 给女孩挥了挥手 谢谢她来光顾她的书店 这身门口怎么这么热闹啊 有书里面出现过的恐龙们和袋鼠妈妈袋鼠宝宝 还有几只很感兴趣的狗狗也来围观了 一只霸王龙正专注着看一本恐龙的书呢 它会不会在书里找到自己呢 先给阿里诺和西德里克 我们看到书的最后 刚开始的那八只小狗 我每只狗拿着一本书 在那认真的读了起来 长胡子的狗狗 拿了一本画着小蛇的书 还有蝴蝶结的狗狗 大眼睛狗狗 它们都读着很带劲呢 我们的小狗啊 它很爱书 它太爱书了 它开的书店呢 客人越来越多 忙得不亦乐乎 而当小狗不和别人分享书的时候 它就自己看书 一天早晨 它收到一个包裹 拆开看看 里面是一本书 可是当小狗把书打开的时候 它意外地发现 这是一本没有字 也没有画的书 在风皮的那一页 它发现了 多辣阿姨写的一段话 给我最亲爱的小狗 画些画吧 也许可以打开一扇门 进行神奇的冒险 爱你的多辣阿姨 原来是多辣阿姨 送给小狗的一本素描布 小狗的小狗 小狗完全知道它该怎么做 它呀把彩笔抄了出来 摆好画笔 削好铅笔 这一下可以开始画画了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然后画了一扇门 然后小狗竟然打开了这扇门 小狗走了进去 前面是一片空白叶 什么都没有 于是小狗画了一个火柴人 火柴人又跟着小狗一起画画 他们都画了些什么呢 其实后面的故事啊 就在这本叫做爱画画的小狗里面 这个小狗它画了些什么样的话呢 小狗的书店怎么样了 当晚上小狗的书店关门了的时候 它都做些什么呢 小狗喜欢书 它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书 不希望离开书太久 它希望书一直都在它身边 它知道它必须睡觉了 但小狗却不觉得困 它试着数羊 但是一点也没有用 数了好多好多只羊 数的感觉满屋子都是羊 可是还是一点都不困 也许数其他动物也可以 小狗想 小狗伸手去拿书 开始读起来 小狗发现的第一件事是 一个蛋 一个 它数了数 它开始孵化 里面是一只小独狗鸟 可是独狗鸟不是已经灭绝了吗 它怎么能发现独狗鸟的蛋呢 还要找到更多的数字 找到了三 找到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森林里怎么能找到十呢 这个故事就在我们的爱顺树的小狗这本书里 小朋友读完这本书也告诉多多姐 小狗是怎么数到十的呢 好不好 原来这只爱书的小狗他还喜欢画画 喜欢酸树 这么好看的系列故事是什么样的人写出来的呢 嗯 他叫路易斯叶子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画画 所以从小立志成为一名童书插画家 还为在学校里写的小故事画了很多的插图 后来终于有机会真正的学习插画 把平时画的一些小动物的形象和一些故事再重新整理一下 就变成了几本非常好看的故事了 小朋友们是不是也很喜欢路易斯阿里笔下的这只小狗呢 希望小朋友们呢也可以像书里的这只小狗一样 很享受书里的故事 也很喜欢跟身边的人分享好故事 好不好 我要接着去选书了 祝大家四月世界读书越快乐 如果你是这只小狗 你会想把好看的书分享给谁呢